今天想介绍大家 如何维修一个汽车里面的镜头的孔 因为我这一个孔就差不多用了一年半两年 因为它关了手,里面的弹弓就坏了 坏了之后你可以自己自制一个就是这个板 就是一条自己自制的弹弓 通常我们会去那些五金铺就找这些铁链 一卷这些铁链,你记住一定要找一些幼的 因为你太粗的话,其实你就很难卷到一条弹弓 只要这些幼的那种,你就会容易一点 首先我们剪大概这么长一条铁链 有少少和它弯了位置,然后就坏进去里面 因为为什么呢?你弯了少少位就方便你坏进去 其实呢,你放了进去,OK? 放了进去之后,记住不要急,要慢慢和它卷 因为为什么呢?你太过急,它会卷到里面会松 只要你慢慢慢慢地移进去,就好像别人卷弹弓 这样的,OK? 彤彤圈这样,转 一直这样,转转转转进去 转到它固定了之后呢,就用一个钳 就慢慢地和它钳一钳,OK? 你钳了之后呢,就类似好像它之前那种弹弓,OK? 你记住一样东西,如果譬如说你里面那个弹弓断了 和这个东西硬化了,那就肯定里面呢 其实呢,就已经飙了很多瘦的,OK? 唯有一个方法呢,就是你找过那些小小的小盆子 然后呢,你出去,譬如五斤铺也好 或者是清洁家居地方也好 你可以去买一瓶那些,譬如那些Grafx 那些Grafx呢,你就大概呢,就放进去里面 就浸过夜啦,大概一天左右啦 那如果譬如说这个,如果都是生瘦呢 就最好一起浸啦 那你浸到它差不多一天左右呢 你会见到Grafx呢,就会变成了 整个好像这些灰色呢 因为其实那些瘦呢,会跑出来了,OK? 你铺完之后呢,当你这块胶呢 浸完Grafx呢,你应该是很软的,OK? 那软了之后呢,你装完蛋糕呢 就教你怎样呢,就双回这块胶上去 那你按住这个胶呢,你只要呢 就顺时针这样一路是这样拧啦 拧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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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拧完之后呢,其实这个胶呢 就已经黏住了在里面的,OK? 那因为它黏住在里面呢 那因为现在时间的关系啦 那因为我就浸不到Grafx 就唯有一个方法呢 就当它现在浸淋了,OK? 那浸淋了呢,就当是噴了一点点水上去啦,OK? 噴了一点点水之后呢 那我们就转一转个地方 就去我们这里的后面啦 就是这一张桌子 那这一张桌子呢 就类似呢,好像我们那个 汽车那些玻璃呢 那么滑的表面啦,OK? 那然后你呢,就放了下去啦 按住啦,当你的玻璃表面啦 就啪下去,其实呢,就确实了的 推不动的了,推也都推不动的,OK? 那么其实的原理是一样的 因为很多时候呢 那些人呢,就会感觉上就是说 如果你买了这个,你... 譬如那个玻璃坏了 你出去只是只买一个玻璃呢 其实那个价钱呢 就等于你连买那个镜头一齐呢 其实是很不划的啦 那么因为你本身那个镜头没有坏的嘛 那么,而你就这样只买的话呢 你之前旧的镜头已经是废了 或者是没用啦 那么如果其实可以维修呢 就尽量可以自己维修啦 其实的成本呢,你加上呢 你加上呢,低于10元 你已经可以做好 维修了你所有的那个玻璃的东西啦 那如果譬如说 最好的方法就是说 你每半年呢 最好就浸一层你那个Grafx 因为畢竟那个胶呢 都是硬化了啦 那如果你譬如说 你半年浸一次 或者take care的话呢 你那个玻璃呢 其实呢,你用很久都可以的 那么呢,下一次呢 我就会教大家呢 就维修其他东西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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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